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天要注意什么呢 早晚仍然是比较偏凉的 早出晚归 尤其是清晨要运动的 长辈朋友们 你穿着方面 也要特别的注意 天气状况来说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国庆的三天的假期 以目前来看的话 在国庆日双十节当天来说 北部有一点点雨 有点湿 因为有点东北季风的增强 加上外海的水气带了进来 所以会下一些些雨 主要就在于 桃园 台北 基隆 宜兰 这四个地方 带你开个车 过了新竹以南 都是天气晴了 南部地区天气晴 温度的状况来说 南来北往温差 也都比较偏大 我们就来看什么 先来看一下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面 我们看到台湾上空 在今天白天的时候 吹着微弱的东北风进来 清晨的温度状况来说 北部依然是比较偏凉的 南部地区的温度在24度 温度形态来说 其实现在早出晚归的朋友 你骑车都要加一件博的外套 真的有点凉意了 而东北风的影响 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仍然是持续的 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 明天清晨的温度 依然是一个比较偏低的状况 我们再往我们台湾东方看过去 可以看到 今年的第14号台风 中心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注意到 它整个云系的发展 高空场的云程 一直在往北的方向输送上去 所以整个云带的发展结构来说 是一个松散的结构 移动的速度非常的缓慢 因为最主要 它缺乏导引气流的关系 明天下午以后 它的速度会开始要加快了 不过大家今天也听到一些 新闻讯息说 关键的转弯时刻点 不好意思不用理它 因为它根本不会影响到我们台湾 我们从这路径图上就可以注意到 在今天晚上的时候 它还是移动的速度非常的慢 明天的速度会快一点 从明天的凌晨开始 一直到明天晚上的时候 它的速度来说会加快 因为有些导引流出现 接着到了礼拜四的时候 速度又要变慢了 可是这个时候开始 它的方向来说 已经开始逐渐地到了 琉球群岛的东方的海面 开始要往北转了 因为最主要 在北方高空场来说 有一条潮线会出现 而这条潮线 就我们一般来讲 禁地面看到的封面云带 当封面云带通过的时候 它就有一条潮线 而它会因为潮线的关系 而拉着它 开始往北的方向走 所以到了礼拜五到礼拜六的时候 它就已经转北了 到达了日本的九州南方的海面上 之后它会再转一个 偏北北东的方向 跟着潮线再加速地 往东北东的方向走 之后强度就大概在 日本九州东南方的海面这边 就减弱成为低压 之后变性成为一个温带气旋 所以这个系统对我们来说 没有影响 那影响我们的是什么呢 北方的高压 北方的高压在今天晚上 仍然带进来一些凉的空气 明天这个高压系统 将要逐渐的冬移楼 但是再来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北方又有另外一个 高压系统将要南下 而这个高压系统的强度来说 又会比较强一些 所以在周五的时候 东北季风的再度增强 银封面的北部地区 东北部地区 就会因为银封面有些短暂雨 再加上我刚刚有提到的 台风系统大约到了 游球群岛的东方的近海 正在逐渐的转 东北东的方向走的时候 这个时候 它的外围的一些水系带 也会随着这东北风 而带进了北台湾地区 所以国庆的三天假期来说 前两天就会受到 这东北风带着水气的影响 桃园 台北 基隆 宜兰 这四个地方都会有短暂雨 中南部的旅游活动 一样是天气晴朗 所以只有在早晚的天气状况 是比较偏凉的 接着到了最后一天 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 北方的系统走掉了 水气量减少了 所以在礼拜天的时候 从北到南各地 天气都是晴朗了 但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早晚的温度形态来说 是偏凉的 来看温度了 今天晚上 仍然是一个凉瘦瘦的天气 明天白天北部是多云 而到了新竹以南 阳光露脸 阳光露脸到了中部地区 可就高温到达了30度了 因为东北风吹不过苗栗火焰山 都要比较强的东北风 才有机会过苗栗火焰山 但早晚温度偏凉之下 南部地区中午热 户外活动记得 还是要补充水分 而东半部地区 早晚的云层量来说 是比较偏多一些的 而外岛地区的早晚温度偏凉 明天白天你有沒有看到 已经开始温度在上升了 未来一个礼拜 我们可以注意到 周三的天气稳定些 周四的时候相对的 只有在北部迎风面有点雨 接着周五周六 因为东北风带水气进来 有短暂雨在北部跟东部地区 中南部好天气 礼拜天的时候天气再好转 只有南部是有散发后在山区 下礼拜一的时候天气状况来说 才开始再有点变化 而外岛地区来说天气都比较稳定 不过要注意到到周六的时候 相对的在马祖地区跟金门地区 夜晚温度状况来说 是一个比较偏冷的状况 不过要提起大家特别注意 海面风浪比较偏大 海边活动部分朋友要特别小心 还有早晚天气是偏凉 早出晚归 骑车的朋友穿着要保暖